赛罗队长,你们仔细看看,我是贝利亚呀 我是奥特消防队的队员贝利亚呀 阿呸,你这个哪里来的小丑 像个煤炭一样,还想冒充贝利亚 你赶紧滚开 我们奥特消防队没有你这样的小丑,赶紧离开这里 赛罗队长,你们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贝利亚呀 我现在只是失去了光和能量罢了 我不是小丑啊 你居然还敢在这里撒野 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这里是光之国,不是谁都可以来捣乱的 泽塔兄弟,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啊 我是和你一起并肩作战过的贝利亚呀 我只是变黑了 但是我的内心没有变 大家不要赶我走 求求你和赛罗队长解释一下吧 你就不要在这里冒充贝利亚了 你看看,你黑乎乎的拿一下 而且奥特消防队员都会有一件消防服 你什么都没有还敢在这里冒充 泽塔不要和他浪费时间了 把这个黑乎乎的东西赶出去 你赶紧走别在这里耽误我们训练了 这里不欢迎你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相信我 我真的是贝利亚呀 我是为了灭火才会失去能量 变成现在这样的 可是大家怎么都在嫌弃我呢 我又该去哪里了 被奥特消防队赶走的贝利亚 独自一人伤心地走在光之国小镇上 他突然感觉很委屈 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他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就在他无比难过的时候突然前面一阵惊呼声 吸引了他的注意 抬头望去原来是光之国小学 不好了救命呀 着火了 大家赶紧来帮帮俺呀 学校里燃起了大火 该怎么办呢 还有同学被困在里面没出来呢 这位大哥求求你帮帮忙吧 卡米拉老师 你别害怕我是奥特消防员贝利亚 发生什么事了 贝利亚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是这样的 我刚才在外面打扫卫生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里面走廊发生火灾燃起了大火 还有一位同学被困在教室里没能逃出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呀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实在是太糟糕了 卡米拉老师现在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立刻去找奥特消防队来支援 我在这里想办法把被困人员救出来 那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火太大了 你千万不要贸然冲进去 会很危险的 我现在去找救援队来帮忙 卡米拉焦急地跑出去 寻找奥特救援队的支援 此时的贝利亚 虽然已经失去了光和能量 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拿起灭火器 冲进了火场里面 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暂时压制了大火 随后便在屋子里 找到了被困的小格力桥 孩子你别害怕 我是贝利亚消防员 我现在来救你出去 贝利亚叔叔 你怎么一个人进来了 为什么你变成这个样子了呀 我们真的能逃出去吗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出去的 你抱紧我别松手 贝利亚将小格力桥背起来 然后迅速就朝着室外跑去 跑了好一会儿 他们终于脱离了险境 把小格力桥安顿好后 精疲力竭的贝利亚 又拿着灭火器返回火场 想要交火封面 可此时的她 早已经无力在战斗了 在火场里 独自一人坚持了五分钟后 贝利亚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她晃晃悠悠的从里面逃出去 随后便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贝利亚叔叔你 这是怎么了呀 赶紧醒一醒啊 你看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耗尽所有能量来救我 你真的太伟大了 奥特消防队怎么还不来呀 就在小格力桥伤心难过的时候 卡米拉也终于在体育场外面 找到了奥特消防队的其他队员 不好了 出大事了呀 赛罗队长 你们赶紧跟我一起去帮忙救援吧 卡米拉老师 你这么着急 喊什么 发生什么大事情了 让你如此慌张啊 不好了呀 学校里发生了火灾 小格力桥被困在里面 有个自称是贝利亚的黑乎乎的奥特曼 独自一人冲进去救援了 他让我来找你们开消防车去支援他 什么情况 黑乎乎的奥特曼 难道他真的是贝利亚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给奥特消防队打电话 这下可麻烦了 泽塔我们立刻上车赶紧去灭火救援 赛罗带领的泽塔 开着消防车就迅速往学校赶去了 没一会儿就抵达了学校门口 消防车固定好位置后立刻开始喷水灭火救援 经过长达半小时的努力后 屋子里的大火才被扑灭 当赛罗队长下车的时候 都被眼前一目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小格力乔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真的是贝利亚吗 怎么会躺在地上了 赛罗爸爸你可算是来了呀 刚才多亏了贝利亚叔叔 他耗尽身上所有的能量不顾危险 将我从火肠里救了出去 可是他自己也因此晕倒了 你赶紧想办法救救他吧 什么情况 刚才原来真的是我错怪他了 贝利亚对不起 如果刚才我不把你赶出去 你就不会受伤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你还记得那首奥特之歌吗 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希望你能原谅我快点醒来 赛罗队长 你怎么在这里啊 是你给我的力量 让我苏醒的吗 我真的是贝利亚 我不是小丑 我没有骗你 贝利亚对不起 我知道你不是小丑 你是我的队员贝利亚 早上是我错怪你了 请你原谅我 你愿意回来和我们继续战斗吗 那肯定的呀 太好了 赛罗队长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守护大家的安全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喜爱的